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大 嗨大家好我是板娘 一年一度的市井赛再度到来 本届市井赛男女子组ITT的战况都算蛮精彩的 那板娘会先分享女子组ITT的战况 然后小弟会分享男子组的部分 首先来快速回顾女子组的部分 女子组路线为30公里 爬升327公尺 经过平坦的5公里后 缓缓爬上10.5公里的第一计时点 然后是10公里上下起伏的丘陵 来到第二计时点 这段考验爬坡推力比和下坡过弯技巧 最后12公里多为完全平坦 沿着苏黎世湖笔直的沿岸进入终点 最后这边考验绝对瓦数和空力技巧 巴黎奥运ITT前10名 有8名来到本届市井赛ITT 前7名全都到齐 总共70位选手参赛 前8名全都在最后20位出发的选手中脱颖而出 第52位出发 9月初拿下欧井赛ITT银牌 荷兰的Elaine van Dierke 在两个分团和终点都设下占据全体第一的时间 41分03秒 时速43.7公里坐上领先宝座哈希 直到最后7位热门好手压轴出场 第63位出发 德国的Antonia Niedermeer 他在9月欧井赛ITT的U23组也拿下银牌 他在两个计时点和终点都大幅超越van Dierke 40分21秒成为第一位突破41分的选手 这个成绩也成为站上颁奖台的标准 再来是第67位出发 荷兰的Demi Votering 他在巴黎奥运拿下第5名 他同样也横扫两个计时点和终点 39分32秒更大幅超越Antonia的成绩 成为第一位骑近40分内的选手 52公斤的他在中段的起伏丘陵 骑出12分10秒 时速49公里 比所有选手都快15秒以上 这个恐怖的障碍是否能被超越 就要看压轴最后两位出场的巴黎奥运金牌 Grace Brown 还有卫冕金牌 巴黎奥运铜牌 Croey Diger 骑着象征奥运金牌镀金计时车的Grace Brown 持续巴黎奥运后火热的巅峰状态 第一个计时点就骑出比Votering快6秒的分段 但是61公斤多出的9公斤体重 在第二个丘陵分段慢了15秒之多 反而处于落后 来到最后平坛比值的湖岸 Grace发挥了瓦数和空力的优势 第三个分段骑出海放所有人的10分29秒 时速53.7公里 反超Votering16秒之多 总时间39分16秒 时速45.68公里 即使Croey Diger还没骑完 也确定拿下金牌了 而Diger依然没回到去年夺金的巅峰状态 前两个计时点都占据第四 第三计时点靠着67公斤体重炸出的高瓦 在湖岸立网狂澜总时间40分12秒 超越Antonia9秒 即巴黎奥运铜牌后再度拿下铜牌 而Brown确定拿下金牌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 同一年在ITT拿下奥运金牌和市井赛金牌的选手 以个人计时的两个最高荣耀 生涯的高光时刻退休 我们在同一年在ITT拿下奥运金牌和市井赛金牌 这个成就 在接下来的男子组马上就有第二位选手出来解锁 是说只是因为女子组先举行 所以Grace Brown在绝对时间点上是史上第一位解锁 广义来说同届在男子组解锁 和Brown可以算是一起同时解锁吧 我也这么认为 那男子组共59人参赛 巴黎奥运ITT前10名除了同牌WVA环膝摔车结束赛季 全都参加了本届市井赛ITT 那比赛路线呢 男子组先多骑16公里的平路 最后28公里左右跟女子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致是先比瓦数和空力20公里 然后再丘陵比上坡推力和下坡技巧10公里 最后10公里再比瓦数和空力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大瓦数计时的句句 那Ranko要未免冠军呼声虽然非常高 但也备受挑战 那颁奖台争夺战和前8的排位战呢 在第41位也就是倒数第18位出发的Indorado Affini展开 不到两周前他在欧锦赛拿下ITT金牌 持续火热的状况 在每个计时点和终点都取得领先 53分56秒时速51.17公里 为第一位骑近54分内的选手 而190公分的Affini 他的分段和成绩在最后7位选手压轴上场才被撼动 第一个分段除了177公分的罗帅 5位184到193公分的聚聚都起初比他快的时间 时速都在53.54公里上下 然而在巨人阵中不能用尝试判断的巴黎奥运金牌 171公分的Ranko Evenaple 坐上和Grace Brown一样 象征奥运金牌的镀金计时车霸气登场 然后绕练 赶快接上后功率即秀的 但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的Ranko 这些都无法动摇他 出发后Ranko以极度空力 迎封面极小 稳定有power的风格开出去 骑出了全场最快的第一个分段 13分39秒 时速直逼55公里 进入上下起伏的第二和第三个分段 61公斤的Ranko凭借推力比的优势 持续拉开和75到85公斤的聚聚们的差距 而83公斤的奥运银牌Flipport Gana 为此有备而来 在这10公里多的丘陵只被拉开了12秒 而本来状况极佳一路坐三望二的 环西蓝点山Jayvon 发生了摔车血流满面继续奋战 来到最后10公里的笔直湖岸 Ranko的优势才被GG们压过 Gana在这边以时速58公里力挽狂澜 与Ranko的差距缩小了13秒 起初全场最快的分段 但仍然无法夺足前半段的差距 继奥运后再度拿下银牌 Affini最后的评录这段只比Gana慢4秒为全场第二 比其他颁奖台竞争者都快了15秒以上 为拿下铜牌的关键 而Ranko最终以53分01秒时速52公里拿下金牌 成为史上第一位同一年拿下奥运和市井赛ITT金牌的男子选手 当然就像之前所说的 他和Grace Brown在同一届成为史上首位解锁这个成就的两位选手 但没有功率数据的他呢 凭借着体感骑完全程 其实即使没有功率机 目测持比回转速和坡度 就都是很容易衡量强度的依据 而且他赛前已经在这个路线骑了好几遍 对于分段时间代表的强度应该都有个轮廓 没有功率剂其实没有那么恐怖 而且功率剂本来就是个辅助 体感本来就是最重要的强度依据 小弟在台北无子山有一次没有功率剂 凭着看两个检查点的时间加上体感差点PR 差点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考小弟去年分享 没有功率剂怎么骑的影片 回到市井赛ITT Ranko和两位意大利巨剧GhanaAffini把凸台变成凹台 英国20岁小匠Joachia Tarlene 继奥运之后再吞下第四苦瓜 Jayvon血流满面奋斗第五竞争点 东京奥运ITT金牌罗帅Pimitz Roglic 刚拿下环膝总冠军 疲劳似乎还没有恢复 表示卯足权力人还是只拿下第12名 一周后他和皮卡丘台队Bukaccia 将一起代表斯洛维尼亚在公路赛挑战彩虹山 说到皮卡丘 以他环赛技时的表现 参加奥运或市井赛ITT 夺金几率应该也蛮高的吧 那本届市井赛ITT就分享到这 期待公路赛有更精彩的发展 有任何想法和讨论 欢迎留言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不停讲 下次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